而为了缓解小朋友刚上学紧张忧虑 花莲市立幼儿园13号开学这一天 特别举办了一场迎新的活动 孩子们是玩得不亦乐乎 家长也笑开怀 市长为家宴也到场 祝福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学习 小朋友哭哭啼啼 在家长的陪同下排队检查 13号开学日 花莲市立幼儿园来了一群神面孔 为了缓解他们的紧张忧虑 除了哥哥姐姐带来精彩表演 学校也安排一连串闯关互动体验 迎新活动除了有小丑的泡泡表演以外 也有很多泡泡星球的一些体验跟活动 也让孩子敲响平安中 让他们进入到室友的第一天 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 市长为家宴也准备了沙画跟泡泡机 作为开学礼 并逐一发送给孩子们 期许大家都能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学习成长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家长说 可能会有两到三个礼拜 会比较不适应的这个期间 那也请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 多多包容一下 那可能会来到学校会哭啊 然后会想要回家 但是这都是一个刚入学的一个惯性 那我想我们老师也会细心的 慢慢的来教导我们所有新生的孩子们 今年新生总共有78位 是又希望借由活动 可以让小朋友开心的与同侪玩耍 并从中找到学习乐趣 记者 徐提琴欢联系报导 ajudar dan去迹速 周园 二 während 我